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宿托朋友来到阳年 有很多吉星照着 包括着象星、天解这些星 另外还有六分星 全部都是对事业有帮助的 所以这一年的感情运 可能就是因为在忙乱之中 又或者工作运中度过了 今年并不算多桃花星 因为今年全部都是 与工作升迁有关的星 如果真的要认识另一半 可能都要在工作的环境内认识 要留心就是今年有白虎这个星 白虎是代表很凶的女生 今年认识的人脾气比较差 比较固执点、干烈点 如果你本身比较喜欢独立的女生 可能就会对 但也要记住 今年遇到的女生 无论上司、无论同事 都会容易无理取闹 另外还有浮沉这个星 浮沉如果应用到感情度 就代表着热情冷却 如果应用到身体健康 代表容易有水险 热情冷却 即是说 可能本来你开展了一段感情 现在又觉得好像一般的 所以都要考虑清楚 否则的话 今年的感情运 都是多一点麻烦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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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